大家好 上一节课呢 我们从这个GUI界面获取了用户输入的这个文字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继续向下学习 那么在前一节课呢 我们用这个浏览器进行了这个文字到语音的这个转换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正刀正枪的在我们这个自己的这个GUI界面上 实现这个文字到语音的这个转换 好 我们还是先看PPT 那么这个项目课程呢 这个PPT就准备的相对简单一些 因为重点都在这个代码里面和这个实际的这个工程项目的这个讲解里面 所以这个PPT做多了 反而是这个比较浪费时间 而且是PPT也不是我们的重点 所以这个PPT做的相对是简单一些 我们今天就讲这个调用云端API的这个部分 那么是从我们自己的这个GUI程序去调用 从我们自己的这个GUI程序中调用这个API呢 分成以下这么几个步骤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以下这几个步骤 然后再从我们这个程序中用代码去实现 我们首先要处理这个按钮的这个点击事件 也就是从上一节课我们点击按钮之后呢 它是获取文本啊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接下来获取文本之后呢 要进行其他的一些处理啊 最终把它写到这个URL中 然后呢我们要这个获取这个token 也就是我们这个每次访问API之前 都要获取一下这个token啊 很长的一串数字啊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上一节课 我们在这个嗯 iPython中啊 那个交互式的敲了这个token的这个函数 那获取图根之后 我们就用这个get方式啊 调用这个云端的API 去把我们用户输入了这个文本 上传到云端啊 请求服务器进行转换 当然这个服务器转换呢 有的时候它不一定成功啊 如果是失败了的话 那我们就要处理一下这个错误 那如果成功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云端返回的数据 直接就是这个MP3的二进制文件 好我们直接把它写入写回到本地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计划内容 好我们先看一下啊 这个废话少说先上代码啊 怎么样调用这个云端API 呃开始之前呢 我们要呃暂时跟这个 ARIC4这个环境告别了啊 因为我们界面的大部分工作都已经做完了 那么我要在这个 Eclipse中 呃重新建立一个工程 把这个ARIC4下面这个代码搬移过来 啊 这个迁移过程很简单 啊 在呃 前一个课程中 就是PiQt开发GUI的程序中也讲过 啊 这个Eclipse启动还是稍微慢了一些 啊 我们现在可以利用它启动这个时间去找一找我们的这个 原代码所在的这个位置 啊 Python Project PiQt 然后是小麦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不用把所有的东西都复制过去 呃 包括这个图片也不用复制了 因为我们都已经添加到这个资源文件中了 所以只要资源文件 界面文件和我们这个 操环数的这个文件 复制之后我们先等一下 呃 我们在这个里面 PiQt test里面 呃 我记得之前讲课的时候是有个MathPiQt test 对 在这个里面吧 新建一个文件夹 啊 文件夹的名字就叫 嗯 就叫我的小麦吧 然后我们把刚才复制的这个 程序复制到 Eclipse的工程下边 那MathPiQt test 小麦这里 好 直接贴过来 贴过来之后呢 回到这个Eclipse下 我们在这个下面 点一下刷新 好 我们就看代码已经过来了 那么代码过来之后呢 呃 呃 我们先调一下这个 这边的大小 然后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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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的稍微大一点 不然看着不方便 好 这回够够大了 那么我之前呢 是呃 敲了一些代码在这个里面啊 那么现在呢 我来带大家重新敲一遍 把这一部分去掉 这是我们上一节课的那个代码 就是呃 这个Button出发之后呢 他把这个 呃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 好 你好百度已经打印出来 那么 这个说明我们的代码功能性 是跟上一节课是一致的啊 然后呢 我们 呃 可能同学还记得这个 上一节课 我们有一个gettoken这个 函数 就在这里 那么 这个函数呢 实际上就是访问这个 呃 呃 云端去获取这个token的这么一个函数 啊 我们在这边呢 呃 同样的要把这个函数实现到我们的这个程序当中 好 那么这边已经 导入了这两个包啊 已经敲完了 然后呢 定义这个函数 啊 这个key呢 应该是老的key 我们换成自己的 呃 查一下应用管理 小麦听书这边 好 pv开头gw结尾 这是apikey 好 我们换成我们自己的这个 四串 好的 那么 这个函数呢 就放在这边 作为一个全局的函数 等待我们去调用 那么 我们之前在这边呢 是 呃 获取之后 把这个文本打印出来 那么接下来呢 那我们就 获取这个token 好 按照我们PPT身边的这个 呃 按钮点击事件已经处理完了 获取文本也已经处理完了 那么下一步就是获取token 调用这个函数 然后我们把它 打印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OK 这是N长的一串字串 那么点击这个红色的小方块就是终止这个程序 terminate 然后呢 我们发现这个程序运行的正常 那我们继续看下一步 呃 我们下一步是这个 这个 盖的方式调用这个API 好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 在这个下面 token token print完了之后 呃 我们 最 前面的一节课 是这个 协议分析的时候 有一个这个 好 盖的方式 这个访问地址 我们还是要用一下这个地址 那么 给它赋予一个变量 这个当然是要字符传课式的 好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 text的就 截到这吧 把我们这个 呃 从文猛框中获取的这个字符传课再传过去 这是我们要转换的文本 然后呢 language是中文 这个不变 啊 CUID我们 先就123456吧 token这个得变 token呢 就是我们刚才获取的这个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要访问的这个URL就构建完成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就用这个get的方法去教用它 啊 不是这个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个get的方式去调用这个API 好 我们 url leave to url open 这个方法 这一串都不要了 直接把这个get URL传递给它 然后它的这个返回结果 我们用一个变量去接收 那么接收完了之后呢 我们如果打印的话 其实这个会很 如果是语音的话 这个会非常长 我们还是试一下 好 在直接转换中文之前 我们还是稳妥一点 先 转换一个英文 OK 那么这个打印出来是一个object 啊 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 应该是 打印它的这个读取的值 read OK 看来我们打出来的是一些什么东西 基本上 是一串乱码 啊 所以这个 用打印的方式 检查这个返回的值呢 并不是很可靠 好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显然去掉 呃 我们不用打印的方式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这个返回的值是 呃 我们要的语音还是这个错误呢 就是说到底是 呃 要应该处理的结果还是错误呢 实际上我们看一下这个 呃 看看文导 呃 它如果错误的话 就返回这么一个字串 那么你 可想而知 这个字串的大小 肯定是小于这个语音的大小的 所以呢 在我们的程序中呢 要做一个判断